据外媒近日报道 中国将轰-6轰炸机 部署在所谓拉达克地区的附近 消息人士称 新型常见二龄巡航导弹的射程 约为两千公里 两者的组合 无疑会对印度的军事基地构成威胁 文章称 最新照片显示 有数架轰-6轰炸机 已经被部署在控制险附近地区 中国在全国范围内 部署了约270架轰-6轰炸机 其中大部分位于其东海岸附近 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轰炸机机队 其机体比美国或俄罗斯 现役的轰炸机要新得多 该报道说 轰-6拥有强大的火力 部署了多种防区外巡航导弹 未来在所谓的拉达克地区 发生冲突时 有可能为解放军提供主要优势 报道称 鉴于中印双方空军基地的稀缺性 在远距离打击印度基地的能力 足以打破空中态势的平衡 最值得注意的是 新型常见二龄巡航导弹的弹头 重500公斤 射程为2000公里 较轻的英机-63巡航导弹的射程 仅为常见二龄射程的十分之一 但它的重量要轻得多 这意味着 一架轰炸机可以携带更多导弹 它们的精度和可操作性 使其成为对印度阵地的严重威胁 据报道 印度方面正考虑从俄罗斯购买 现代轰炸机吉图2M 作为海上打击平台 印度目前正在苏-30MKI空中优势战斗机上 部署K-100空对空导弹 其射程估计达到300至400千米 这型导弹还专门进行了优化 可被用来对付亚英索轰炸机 印度国防部还订购了S-400防空导弹 这些导弹具有强大的技能 能够拦截巡航导弹和远程轰炸机 尽管中国目前在该地区 拥有空战和对地打击能力方面的优势 但随着印度开始投资 购买性能更强的防空系统 并考虑购买米克35核素旗战斗机 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预计印度空军还将使用AL-41发动机 来升级其苏三林机队 并可能为其购买更现代化的 ERBIS-E类党 文章称 印度还获得了第一批 法国制造的阵风喷气式战斗机 他们被认为 比中国目前的战斗机更为优越 第13章称